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会开高走低 比较让我意外的是 还是很强 还是很强 今天预估量792亿 好少喔 昨天还不错喔 台北股市昨天还不错喔 昨天涨了68点 涨了69点 涨了69点 昨天还不错 所以昨天这根棒子已经预告 今天会过新高 可是没想到今天竟然是那么的弱势 可是在弱中又透出了强度 虽然没有量 今天指数还是能够守住涨14点 那为什么今天再一开盘 我就跟 我今天开盘第一件事 马上通知我的所有会员 今天不可以乱追高 今天会开高走低 虽然指数撑住了 可是很多股票今天都跌很深喔 等一下我们再来谈喔 那为什么我今天一开盘 就跟会员讲 今天不可以追股票 什么原因 你知道这个大盘它像这个系统 很多系统都有喔 随时它都会预估今天的成交量 大概会有多少 因为它会依照市场挂单的情况 下去预估今天的成交量 在昨天的行情里面 一开盘预估量 有高达将近1500亿 开盘的时候 那预估当天成交量 就有1500亿 但它一定会慢慢递减 慢慢递减 因为开盘的时候 挂单量一定是最多的 所以它预估值一定是最高 然后再慢慢下锈 可是昨天一开盘 预估量1500亿 最后成交将近900多亿 990几亿 差一点点就破1000亿 那你知道你今天 你知道今天一开盘 预估量多少而已吗 今天一开盘 预估今天的成交量 只有850亿 850亿而已 跟昨天差了快一倍啊 昨天开盘有预估1500亿 今天开盘竟然只有850 那最后结果一定是更低的嘛 剩下700多亿而已 所以今天一开盘 看到预估量那么低 马上我就想到 指数快到万点了 很多人不敢去抢 所以观望气氛浓的结果 导致于量出不来 那量都出不来 怎么会冲得出去 你说没有道理 对不对 这是第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是什么 苹果的财报 这个等一下苹果财报 再来跟大家谈 等一下再来跟大家谈 苹果财报 你看昨天晚上美国股市的部分 道琼36点 NASDAQ3点而已 感觉上昨天美国股市 好像在等待什么东西一样 所以市场是很冷清的 很平静的 在等待两个东西 第一个联准会的利率会议 美国联准会礼拜二礼拜三 两天的利率会议 会在今天晚上两点会开完之后 发布会议的内容 目前全市场关心的是两个焦点 第一个 什么时候再升息 六月份会不会升息 五月份几乎是没有人在预估了 现在大家在关心的是 六月份会不会升息 第二个 QE什么时候退场 你知道美国为了救经济 总共实施了三次的QE 三次QE的结果 让美国联准会的资产负债表 高达4.5兆美元 那很可怕 4.5兆美元相当于多少 相当于是 大概快140兆 快140兆的台币 多可怕 台湾政府总支出 一年才2兆而已 他银行的 联准会的资产负债表 竟然高达 140兆台币 你看多可怕 那这些钱怎么样处理 他不可能一直摆在那个地方 他不可能一直把那些债券 4.5兆的债券资产摆在那里 他一定要处理掉 至于怎么样处理 什么时候开始处理 这是大家更关心的一个话题 所以在联准会利率会议 还没结束之前 整个市场是以观望的气氛为主 那第二个就是苹果的财报 苹果在昨天收盘之后 发布了123月最新这一期的财报 发布出来的数据 简单的重点我跟大家报告一下 我今天早上10点的节目里面 已经有谈过了 苹果1月3月的总营收 529亿美元 那EPS 2.1美元的每股 市场预估是2.02 其实差不多啦 最后结果是跟市场预估的差不多 可是在总销售的部分 在总销售的部分 手机就是iPhone的部分 总共卖了5,076万只 市场预估是5,227万只 比市场预估少了150万只 那去年同期的销售是5,119万只 所以今年的销售比去年少多少 少了43万只 大概少了1% 另外平板电脑部分 iPad少了13% 这是少了更多的地方 那能够维持苹果的获利水准的 重点是在Mac的部分 然后在笔记型电脑的部分 笔记型电脑销售成长了40个person 总共卖了420万台笔记型电脑 所以让苹果的获利能够撑住 可是手机跟平板 一直是它的重点项目 销售都是下滑的 所以昨天苹果在收盘的时候 苹果的股价又创历史新高 昨天苹果收盘的时候 收在147.5% 涨了0.64% 以现行来看创了历史新高 结果财报发布完之后 盘后交易跌了快2% 跌了1.83% 跌了快2% 那今天晚上 苹果的正式交易里面 股价往下修正的机会是很大的 你要注意 因为你行情在财报媒发布之前 率先走高创新高 代表原本市场预估是乐观的 所以股价率先反应 你发布出来的数据 如果没有办法支撑这个股价 或者更好 那反而会变成是怎么样 over的预期 所以今天晚上 苹果的股价下修 这个危险度很高 你一定要特别注意 那我就看到这两点 苹果的财报后 苹果的股价跌 加上今天大盘的成交量 预估不够 所以我才会一开盘之后 就跟会员预估 这个盘间会开高走低 不可以乱买 但虽然今天指数 还是小涨14点 还是小涨14点 可是 今天很多股票都出现大跌 今天苹果的概念股 还没什么感觉 台积电还涨了一块半 鸿海还涨了五毛钱 4938的台郡 台郡 河硕 还收平盘 6269的台郡 台郡已经下来了 跌了两块钱 两块钱也不多 可能还涨了两块半 所以感觉上 苹果的股今天还没有反映出 苹果的气氛 可是今天晚上苹果的股价 如果出现比较大变化的时候 明天苹果的股价就要注意了 今天指数变化虽然不大 可是你看哦 今天很多股票却出现大跌 你看基础 又起14点跌 今天很多股票出现大跌 有没有 今天很多股票出现大跌 7% 6% 5% 有没有 今天好多股票出现大跌 有没有发现到 而且这些出现大跌的股票里面 很多都是 我在4月中 免费提供给大家 40档大套牢的股票 反弹逃命放空的股票 记不记得 这张表格是我在4月19 4月20 连续两天 免费让大家打电话来索取的 你们打电话来索取 我特别强调 这40档股票 无论如何一定要避开 你看避翔 避翔间一开就是跌停板 避翔间一开就是跌停板 还有呢 6435大中 今天从开高杀到跌停 这个都是40涨股票里面的 3441连一军 今天也是杀到跌停 3234的光环 今天也杀到快跌停板 你看这支已经抬几支了 已经抬几支了 已经抬几支了 统新 今天也开高开始杀盘了 加金 今天也大跌了将近6% 3406的玉金光 今天也大跌了5.4% 大利今天也跌了将近7% 那种跌2%3%的 我没有时间一档一档来跟你谈 这40档股票 由打电话来索取的 务必要避开 这40斤一定要闪开 因为这40家公司都是业绩很烂 股价炒太高 over 太多 好 那个料级差到四五十块 我随便举一档 3313 对不对 你看匪城 炒到四十块 结果业绩呢 每年都是赔钱 每年都是赔钱 你这种每年都是赔钱 你炒到这么高 这温戏的啦 这温戏的 我再随便讲一档 对不对 能提 从24块炒到五十几块 差到五十几块 结果 都是赔钱 都是赔钱 这40家公司 都是属于这样的情况 指数越走越高 会高清高了 马上就要上万点了 万点会上去 可是当指数越来越高的时候 我昨天形容过嘛 就跟他背双的同样 你不管是爬山 或者是攀岩 当你越爬越高 你的安全措施 一定要做得更确实 不然板部 脚一个滑 手一个滑 你安全措施 没有办法保护你 那就是无底深渊 做过程也是 鸡手越来越高 越来越高 多头还在攻 虽然多头还在攻 可是你安全的措施 一定要做好 把一些危险的股票 全部都避开 比如说业绩很烂的 很投机的 涨很高的 本比很高的 全部都选择你不要去摸 找那种获利很好 还在底部的 北比相对比较低的 北比在十倍以下的 那自然而然就能够保护你 让你在能够安全的环境之下 一样可以继续赚钱 所以指数越来越高的时候 你安全的考量 是最重要 不要像笑的一样 看到什么股票 一涨就去追 人家已经对 二十块 企业六十块 你还在堆 在堆那些都算是意义 你在赚也不多 可是你相对风险就很高 你是什么道理 所以现阶段选股 很重要 不要买买 最起码这四十家公司 你一定要避开 这点很重要 否则你看今天 大盘差 还涨十四年 已经一堆股票大跌了 已经一堆股票在大跌了 那你如果买到这种股票 不是很可惜 对不对 是不是很可惜 好 那教权指数的部分 还会再涨 单纯 我们单纯以指数的角度来看 单纯以指数的角度来看 会再去啦 十堆会再去的 绝对会再涨了 你看现在美国创历史新高 欧洲 德国 法国都创历史新高 对不对 亚洲的部分南韩创历史新高 印度创历史新高 更重要的是 这个礼拜 法国总统大选会结束 这是什么意思 你看去年一月份 我们总统选举一结束 最后当然蔡英文当选 可是股市大涨 去年11月9号 美国总统大选 最后当选的可能不如市场预期 川普当选 结果美国股市 还是又大涨 道琼去两千点 把全球股市也带了上来 那法国总统 这个礼拜 选举也会落幕 法国可是全世界前五大的 法国可是全世界前五大的 经济体 纵使没有前五大 也有前六大 现在第一大是美国 第二大是中国大陆 第三大是日本 第四大原本德国 第四大是德国 第五大 现在印度几进来了 现在印度几进来 美国 中国 日本 德国 印度 那第六大 法国进来了 所以法国在全世界 它经济体结构是第六大的 所以也是影响力很够的 那法国总统选举一落幕 会不会像台湾的总统选举之后 美国总统选举之后 那样的景象 是有想象空间的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520要来了 政府做多520的企图性 是很明显的 你看哦 政府 劳退退辅 770亿的基金 要委外操作下方 你早不放 晚不放 早不放 晚不放 等到五月份 你才来放 照理讲 政府基金的下方 应该是怎么样 指数越低 它委外 获利机会越大嘛 对不对 你7000点不外放 8000点不外放 9000点不外放 来到要万点了 90009万点了 你770亿要委外操作 国家库的人也知道 这是为什么 为了政治嘛 为了要做520行情嘛 这还不明显吗 所以政府要做多520 你跟着做就有钱赚啊 你赌的做到有钱赚啊 问题是你要买对 重点是你要买对 对才可以 你要买对才行 你看外资昨天买了110亿 上个礼拜外资买了336亿 今年四个月外资买了2076亿 我说这个受理什么意思 我让你去感受外资的企图心 去年外资买了324亿 一整年喔 买了324亿 外资买324亿的时候 台北股市从7600涨到9400 涨了1800点 古年外资买3200元 基手去1千800点 去1千800点 你知道今年才四个月 他就买超过2000亿了 依照这个数字来看 外资今年的买进台北股市的动作 是更积极的 是更积极的 那目前涨幅才700点而已 连去年的一半都没有 所以说万点是一定起的 万点是一定会上去的 你底做 政府要做多 外资再配合 你跟着做就对 可是不要买错股票 不要买错股票 你知道外资目前总持股 四兆2937亿 又创历史新高 你有看到外资在跑吗 高清高啊 你不敢买 外资有跑吗 没有啊 所以可见的外资 配合政府在做520 那个动作是很明显的 你知道今天加权指数9955 总市值有多少你知道吗 你今天收盘价 台北股市上市总市值 29兆2408亿 29兆2408亿 我刚念了外资的总持股 4兆2937亿 这个来回 外资占比重多长你知道吗 14%而已 你看外资在台北股市 呼风唤雨对不对 他占的比重 只有14%而已 才14%而已 董监持股 加起来大概也是15%左右而已 不会太高 所以外资加董监持股的持股 加起来中央共也加多少 你不过财 30%不到而已 所以70%的股票 都在散户手里面 70%的股票 都在散户手里面 那都在散户手里面 政府要做多520 外资全力再配合 带走就对了啦 带走就对了啦 我今天原本好几只股票 跟大家谈 没时间了 这个礼拜六 早上中立下午台北 我为大家准备了两场讲座 抢攻520 抢攻520 该做什么股票 你不要做错 该买什么股票 我在演讲会场 跟大家做全班的报告 今天开始接受预约报名 大家进来报名 报名专线 02-2321-9933 02-2321-9933 今天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祝您操作顺利 本公司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 其余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深深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失敗 印尽 印尽